在新冠疫情严峻期间 台东县政府配合中央规定 在确诊者死亡之后 必须从医院直接送到火化厂火化 而且不可以打开尸弹 台东县虽然采弹性规定 留有时间让家属可以送亡者最后一程 但无法瞻仰怡荣 总是让民众和家属心中是留有遗憾 而现在随着疫情趋缓了 中央放宽规定之后 相关的流程服务内容及收费 也从20号开始停止了 新冠疫情期间 中央为控制疫情 规定确诊者死亡之后 需直送火化厂火化 且不得打开尸弹 让许多商家对于规定抱怨不尽人情 而台东县虽然采弹性规定 可让家属送亡者最后一程的时间 但无法瞻仰怡荣 仍让民众及家属心中留有遗憾 随着疫情趋缓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宣布3月20号起 轻证免通报免隔离 改为林家恩的自主健康管理 相关防治措施包括确诊者死亡部分 也同步放宽 台东县政府也宣布 相关流程服务内容及收费 也自20号起停止 殡葬专者大队也完成阶段性目标 同样宣告走入历史 台中县政府感谢殡葬工会及业者们 这段期间的配合及家属们的体谅 也呼吁疫情虽然已见趋缓 仍应该依照中央疫情指挥中心的各项建议 维护自己与他人的健康 记得潘俊伟台东市报导